OK 那么我们继续 我们这个讲到系列的第四堂 那么在这个讲到系列里面 我们提了有婚姻的关系 有关万一还没有进入婚姻独生怎么办 还有如何跟老年人相处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 这个话题是 家庭跟教会之间如何彼此的配搭 那么在开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复习一下上礼拜 赵牧师在Milpeters Campus讲到的时候 因为上礼拜我在这里讲到 讲完之后我就回去听了赵牧师 在Milpeters的讲到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point非常好 我想用那个point来作为今天的开始 那么上礼拜他用的经文是 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九到第十节 我没有印在上面说我读给你听 那边是这样说的 那边是使徒保罗的一个祷告 他祷告什么呢 他说我所祷告的事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辨是非 又或者翻译成喜爱那美好的事 其实原文的翻译应该是 去爱那最美好的事 就是你懂得选择 我们爱很多东西 可是当你有了智慧 有了见识 有了爱心 你就懂得爱那个最好的 爱那个最好的 然后当你懂得去选择爱最好的时候呢 下面说你就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所以这边保罗说他为 教会有一个祷告 他说他祷告什么 就祷告我们的爱心 能够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 我想大概应该有见过一些人是很有爱心 但是没什么知识的吧 也没什么见识 也有见过一些人是很有知识 很有见识 可是没什么爱心 有些人又很有知识 没有见识 有爱心 有些很有见识 没知识 有点爱心 各种都见过 保罗的祷告是 爱心 知识 跟见识 一起成长 所以张牧师上礼拜 他有一个第一个点 我觉得很重要 他说 这段圣经至少给我们第一个提醒 就是爱 要爱得有智慧 因为有时候单凭单纯的爱心 可是缺少了这些见识跟知识 其实爱的没有智慧 不但只会有反效果 而且会为自己跟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当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 我有爱心就好了管他的 或者我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圣经的知识 其实都需要 你需要有爱心 但是爱心需要有知识 跟各种的见识 上面来成长 多而又多 因为爱 如果真的没有智慧 会造成很多很多的伤害 我以前也曾经 在那段羞涩的年代 因为爱的没智慧 也害了不少人 那时候很有爱心的 我曾经大学的时候 我其中一个室友 因为惹上了一些赌博的习惯 一年半没交住 我帮他交了一年半的住 其实蛮有爱心的 但是没有智慧 如果现在我回去 回到当年 我不会这样做 我会更有智慧的处理这件事 到时候弄起来 那个结合 我相信会更好 当初只有单纯的爱心 就管他的 就哥们嘛 就帮你 付了房租就算了 可是现在想起来 真的缺乏一点见识 如果早知道那样 我应该处理的 更有智慧 会更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 希望有爱 可是有时候爱的没智慧 就会为大家惹来很多的麻烦 上礼拜张牧师 有分享一本书 那本书是Ben Young 跟Adam Samuel写的 书的名字叫做 The Ten Commandments of Dating 就是恋爱的十戒 就是说给你们大家一些 如果进入一段婚姻 在爱情方面 有一些的智慧 到底你需要守住 哪十条诫命呢 他说第一条 他只分享了一条 第一条就是 他说 Thou Shall Have a Life Thou Shall Get a Life First Before Dating 后来他讲完这个 我后来听完就觉得 这个太有智慧了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实在认识 很多的年轻人 在Dating之前 在进入婚姻之前 是自己没有Life的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而活 生活浑浑噩噩 没有方向 只是混日子 突然间 有个恋爱的对象出现了 有目标 那个目标就成为 你人生的意义 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 就追他嘛 就追他嘛 就这样 你知道 凡是遇到这种呢 在短暂的时刻里面 被追的那一方 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至少那时候是 虚荣心作作 对吧 我成为他的女神 真的不敢相信 他人生是没有人生意义的 居然把我当成 他人生意义 其实挺爽的 不过只是短暂 再下去就麻烦了 知道当女生 跟当男生的压力 是很大的 你知道当一个人追你 他是没有人生的 他人生没有方向 不知道 it doesn't have a life 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他把你当成唯一的目标 其实那段关系走下去 是非常不健康的 双方压力都很大 所以你发现说 如果进入到婚姻也是一样 在婚姻里面你发现 如果不是两个人 在神那边 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 我知道为什么而活 我有一个mission 有个commitment 在这个基础上面 再去享受 其他的人际关系 那个享受 那个开心多了 那个健康多了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 反正我唯一的盼望 就是处理好理 那个压力可大 那个也不健康 双方压力都好大 有时候我在想说 其实我老实说一句 如果今天 不是在教会 有一个commitment 有一个尾身 有知道说 就是我跟师母 不是在教会 有这样的commitment 有这样的一个anchor 告诉我们说 人生应该各自 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生命 我很难想象 我怎么样跟他 经营这段婚姻 我很难想象 我跟他几乎是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很难想象 没有信仰的 如果经营婚姻 那吵着真是没办法 所以真的是 get a life thou shall get a life 这是人生的一个智慧 当你开始 有了一个life之后 你发现人生 真的不一样 你在享受其他的关系 都变得不一样 上礼拜跟大家讲过 一个真爱的困扰 每个人都经历过的 就是我们想要 从人那里得到真爱 可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爱 你不得不戴上个面具 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可是当你因为 表现最好的一面 得到别人的爱 得到之后 你心里又不踏实 因为你觉得 那个是假的 因为我 我骗回来的 当你知道 我的真面目的时候 你就不爱我了 所以这是两难 第一是 我好想做我自己 可是我又很害怕 万一我表现 真实的我自己 谁会爱我 我总得有点 虚假的一面 可是当我 摆上虚假的面具 把一个人的爱 骗回来之后 我又觉得不踏实 这是两难 今天我们也处理 另外一个 爱情的困扰 那就是 在爱情里面的安全感 我在读心理辅导的时候 我有个同学 写了一篇论文 是专门讨论这个的 她是个姐妹 所以她是从女性的角度 讨论 女性对情感上的安全感 她后来的结论写到说 她说如果任何一个女性 如果不是在信仰当中 找到一份爱的安全感 其实透过两性 是一个死胡同 因为两难 她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她说 通常大部分女性 如果你没有在信仰上 有一个爱的安全感 你就说 反正我爱的安全 我就很怕孤独 我就希望有个人陪在身边 我就觉得安全 她说通常 你就会使用各种的方式 去驾驭你的那位男性 终于你各种的套路 各种手法 把它坐在你身边 无论是各种的手法 你不要跟你的朋友出去玩 有时间接着陪我 各种的方法 让他可以陪在你身边 你也知道他牺牲了他的性格 牺牲了他的朋友 终于陪在你身边了 这时候你觉得 好有安全感 他终于陪我了 好有安全感 可是这时候 你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你潜意识里面会觉得 我所一点小手段 就让这个人 失去了他本来的自我 陪在我身边 那他也是一个 很弱的人 很脆弱的人 请问这个人怎么保护我呢 我一点手段 就能够把他骗到我身边 那其他女性一点手段 也不得把他骗走了吗 他没点个性 怎么保护我呢 所以你孤独那种 找到了安全感 可是另外一个危机又出现了 两难 他说到头来 死胡同一条 这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很矛盾 到底我应该怎么样 我把你骗回来 我又没有安全感 我既然可以骗你回来 别人也可以骗走 所以你也觉得好没安全感 所以安全感 如果不是在信仰里面找得到 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有一个牧师 他年轻的时候 就用各种的套路 各种的手法 骗了一个老婆回来 师母骗回来 因为师母的条件 非常的好出色 偶尔你也碰到一些couple 就是你觉得 怎么先生条件一般 你怎么追到这种的女生 对对 你怎么走了狗死运 还是什么的 就是死运那种 所以就是各种的手法 就把师母骗到手 可是后来结婚了之后 这问题来了 他突然间有段时间 觉得好没安全感 因为他知道 他是用了所有的套路 一切的手法 把他骗来的 所以到手了之后 他突然间有段时间 觉得好没安全感 他突然觉得 他说有个问题 一直在脑海里面 有种疑惑 在脑海里面出现 那就是他为什么会爱我 他为什么愿意嫁给我 为什么他要留守在我身边爱我 我跟他条件差太远 为什么他要爱我 这个问题就一直巴得他 一直困扰他 困扰他 有一天没办法 所以有一天晚上在床上 就问他师母说 问你个问题 Why you love me? 你为什么爱我? 你为什么愿意嫁给我? 那师母就说 我觉得你是个好爸爸 他说如果我后来让你看到 我不是个好爸爸呢 你还会留在我身边爱我吗 他说反正你是了 他说再说个原因 为什么你爱我 他说因为我觉得你有耐性 他说那万一 如果有一天我失去我的耐性呢 我脾气变得暴躁呢 你还爱我吗 他说反正你不会的 你不会的 一直追问一直追问 后来是我没办法 就说反正我爱你 就是因为你爱我呗 他说那万一有一天 我对你的爱减少呢 你还留在我身边爱我吗 你还爱我吗 你会突然间跑了吗 那后来师母实在受不了 就跟他说 Shut up 闭嘴给我 就给我睡觉去 然后师母就睡觉 他就睡不着 他睡不着 因为他心里一直很困扰 所以后来他就躺在床上 就没办法 就说哎呀 现在这两三点的半夜 唯一醒着 大概只有上帝是吧 所以上帝聊聊天吧 他就问神说 神你是全知的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他会愿意嫁给我 会留在我身边爱我 你是全知的吗 我有一次跟大家讲过 圣灵怎么跟你讲话 不是audible voice 对不对 因为圣灵是在里面跟你讲话 外面跟你讲话 是听得到的声音 里面跟你讲话 是意念 所以就有个意念 圣灵透过意念告诉他说 对我是全知的 我知道你太太为什么爱你 所以他就很开心 圣灵跟我讲话 他就说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太太爱我 那圣灵就告诉他说 你太太爱你 跟我爱你 是一样的原因 the same reason I love you 他就问 说那你为什么爱我 他问神 为什么你爱我 你知道有时候 你问一个人 为什么爱你 就像 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2014年有一条 被称之为四大最低能的IQ题 有没有听过 那真的很低能 那条问题是这样的 问题就问说 为什么小明跑得比高铁还快 答案就是 因为小明真的跑得好快 这种是最低能的IQ题 那有时候你问神就这样 神你为什么这么爱我 答案就是 因为我真的很爱你 不是那天他就问神说 那你为什么爱我 你为什么爱我 后来圣灵就跟他讲一句 说 其实我爱你只有一个原因 他说因为 你是属于我的 你开始被造就是属于我的 你从一开始就属于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爱你 不是因为别的 不是因为你品的高尚 不是因为你很有成就 不是 你是属于我的 你从被造就属于我 你太太爱你 也是因为你属于他的 所以他爱你 我们被造是属于神的家的 这种爱才是最有安全感 在马可福音的九章四十一节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谁 只因你们是属于基督 而给你们一杯水 一定会得到奖赏 以前看到圣经的时候 重点放在水 对吧 给水就有奖赏 可是漏了一句 他说有个原因 别人对你好 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成就 只是因为一个原因 只是因为你是属于神的 他对你好 这是一个最单纯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属于神 他爱你 他说就会得奖赏 我们是属于神的 神爱我们 神也借着身边的人爱我们 只是因为我们属于神 身边的人爱我们 那这种爱是很有安全感的 其他的爱都不踏实 如果你说爱我是因为 年轻美貌 有一天都会失去 成就 上礼拜讲老年人 对吧 有一天我们都会变老 有一天 你的工作能力都会失去 连最基本的行动能力 有可能也失去 请问那时候 谁会留在身边爱你 有什么理由还去爱你 这个理由很简单 只是因为你属于神 他爱你 你属于神 神就爱你 这种安全感非常的重要 我上个礼拜 去有个family gathering 就是我曾经请了几对 讲普通话的家庭 来我家吃饭 都是不幸福的 带着孩子就来吃饭 吃完饭之后 这个礼拜 就是刚刚过去前两天 因为我请过他们 他们其中一个对家庭 就是说我也开放我的家庭 请你来吃饭 我就去了 大概有四个家庭 就聚在一起 这个家庭 开放这个家庭的主人 有两个孩子 一个大概三岁 一个一岁 两个孩子都长得很可爱 真的很好玩 玩了一个晚上都觉得好玩 玩了就聊天 聊了一个晚上 那就一个晚上让我学了好多生孩子的东西 我一直聊 一直聊 聊到之后 后来我们就问那个妈妈说 你到底想要生多少个 因为她说她想再生 她说至少四个 或许更多 四个以上 就至少生四个 当然我们都很 大家旁边都起哄 是吧 我们就觉得 既然神给你有这么好的基因 生了这么可爱的baby 多生几个 多生几个 我们不介意 反正这么好玩 就生多几个 后来就有人问 你为什么想要生这么多 因为美国很少生那么多 为什么你要想生那么多 后来她讲了一个原因 就让我们觉得好奇怪 但是也是很普遍的原因 她说 她说她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她说当她孩子在身边的时候 她觉得很有安全感 她就说 我现在已经很难想象 有一天我的孩子长大 当她交了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 她会不理我 她说我是没有办法忍受这种的 所以我就很恐惧这一天的来到 我就很怕有一天 我孩子会离开我那天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我想生一堆孩子 万一如果这个跟男朋友走了 还有这个 这个跟男朋友走了 还有这个 我生一堆 总有一个会粘着我的吧 对吧 但是她的原因是这个 那我就抱着她的baby 我就跟她baby说 我现在就开始为你将来的婆媳关系担忧了 你都听你妈妈说了 多恐怖呀 她说生孩子是好事 可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所生 你发现你为你的孩子将来会制造很大的困扰 你这没有安全感 你很难享受各种的人际关系 因为你把安全感放在他们身上 他们觉得压力好大 你也觉得压力好大 你也觉得很恐惧 因为人是没有办法给你 你心灵深处所需要的那种安全感 只有在基督身上你找得到 只有知道说原来在我最不堪的时候 你为我盯了十架 只是因为我属于你 你愿意付上我一切的代价 一切罪所需要付上的代价 你帮我付了 而且在十架上还把你最好的给我 没有被的原因 完全只是因为我属于你 这个原因可以让你很有安全感 我信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对神的爱是没有安全感的 偶尔有个礼拜不灵修 总觉得神会罚我 一个月没有好好亲近神的 连开个车出门我都害怕 觉得今天出门会不会撞车什么的 总觉得神会这样一巴过来 还不回家 我总会怕 总会觉得神爱我 应该是因为我最近还蛮乖的 最近蛮用于灵修什么 火热侍奉神 神必定爱我 我忘记了 当我真的了解神爱我 其实只是因为我属于祂 只是因为祂为我盯了十架 这个最单纯的原因 让我对神有了安全感 当你对神有了安全感 你发现你会开始越来越享受 更懂得享受旁边的人际关系 你的友情会变得更健康 爱情更健康 亲子关系更健康 跟老人家相处也更健康 各种观念都开始变 这种安全感重要 所以第一点很重要 记得你的被照是属于神的 在神那边找到安全感 你的爱会变得不一样 第二点就是教会 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家庭 那教会跟家庭应该怎么配搭呢 这是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 提摩泰前书的第五章 第一到第八节那边是这样说的 保罗跟提摩泰告诉提摩泰 如何处理教会里面不同的年龄层 很多的家庭聚在一起 如何处理他们很多的关系 他说 不可斥责老年人 要劝他们像劝自己的父亲一样 带年轻人要像带兄弟一样 带年老的妇人要像带母亲一样 带年轻妇人要有纯洁的心 像带姐妹一样 要尊敬真在守寡的妇人 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 有孙儿女 那些后辈就得先学习 怎样在家中敬孝道 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 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欢的 真在守寡的妇女 无依无靠只仰望上帝 日夜祷告 祈求祂的帮助 至于专享享享乐的寡妇 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 你要这样教导他们 免得他们受指责 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 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 他就是背弃信仰 比不信的人还要坏 所以保罗提醒提摩泰说 如何处理 教会里面一些很复杂的关系 不同的年龄层聚在一起 今天我们比较少提寡妇的事 因为毕竟现在时代有点变了 2000年前罗马帝国 没有什么社会安全号 没有41K 什么退休金保障 老男院都没有 所以一个人如果老了 通常你的通常男性的 比较短命吧 对吧 都先走 剩下的寡妇 怎么照顾呢 2000年前只有靠家人 所以即便是外邦人 在罗马帝国也很看重这个 如果当年在罗马帝国 如果你有个妈妈 已经在守寡 你作为儿女 如果你不照顾她 不尽孝的话 你是没资格从政的 你真的没资格从政 所以他说如果有家里人 自己都不照顾 就比外邦人就更坏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今天不一样 因为今天我们有了各种的机制 有了男人院各种的事 所以大概就算没有了 教会的支持 那大概就算是孤儿寡妇 在这个世代 特别在美国 其实还OK 就是至少各种的保障都还有 所以很少教会会讲这段经文 说怎么apply到教会 大概不太需要 对吧 但是重点是 这不是寡妇的问题 是透过这段圣经 我们知道 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原则 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教会的事情 那就是当不同的家庭聚在一起 成为教会 原来教会这个神的家庭 是要跟你的那个家庭 是要彼此的配搭 虽然这边举的例子 是用寡妇来配搭 就是有寡妇 如果有孩子 先家庭有责任照顾 万一个种的原因 无论是婆媳关系 不想跟妈妈住 这寡妇没有了经济的帮助 那谁来take care 教会来take care 需要这种彼此的配搭 可是这种的配搭 不只是用在寡妇上面 是用在教会跟家庭的配搭 来怎么样 透过这个配搭 最后达到双赢的地步 神的家会多一分温暖 多一点爱 你的家也更健康 那这个是双赢的 你发现教会 如果大家对教会 有个健康的观念 懂得说教会就是我的家 我的家是要跟教会配合的 配搭大家双赢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发现自从加入了教会的家庭 当你有这个观念之后 你发现你的人际关系 会进一步提升 我跟我爸的关系 其实是很微妙的 我不能说我跟他关系不好 可是我跟他沟通很有问题 有些事情 我作为儿子的身份 是没法跟他讲的 比方说我老想跟他讲 叫他戒烟 是吧 可是儿子很难跟爸爸讲戒烟的 可是我有 当我教会的家庭 我就找到出路了 为什么 我有我的mentor 我的mentor跟我爸 差不多年龄 我有什么东西 想要跟我爸讲 我就透过我mentor 我就跟我mentor说 你叫我爸戒烟 我作为儿子 我讲我爸一定不听 可是我mentor了 我爸很听我mentor的话 觉得他是个可敬佩的人 年龄相仿 所以我所有知道 我爸的事 以前都是透过我mentor的 我都是问他 你跟我爸聊聊天 问他最近有没有交女朋友 什么的 他最近怎么样 就是我跟我爸 很难直接问他 但是我可以透过 别人去问他 所以在教会 这个大家庭有个好 就是当你家庭的成员 某一个成员之间 没办法直接沟通的时候 其他的家庭可以帮你 有个缓冲区 那结果这件事情 就很容易解决 青少年也一样 我最近知道我们教会 两年前开始的 Gay up junior 就是你知道青少年 到了某种年龄 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间 就不太听父母的话 父母跟你无法沟通 这段时间教会的家庭 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有了Gay up junior 这个program之后 我们会安排说 你的孩子到了青少年 对吧 我安排别的妈妈来带你 一对一 每个礼拜 一个小时 请你喝杯咖啡 聊聊天 你发现这个缓冲区 很有用 你没有办法 跟你孩子讲的话 透过别的妈妈 这孩子总觉得 别的妈妈都好 别的妈妈都可以 谈天聊心 对吧 自己妈妈不行 到青少年都是这样 所以你发现 到了某段时间 你就觉得 你需要别人来帮你 某方面来指导你的孩子 教会这个家庭 就提供了外面的家庭 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个就是好处 我们的很多的Youth 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都是别人的妈妈 带得好好 到时候觉得 还好有你帮我 带带我的孩子 我就知道 我的孩子是OK的 这方面很重要 我在教会 我在这个教会 已经第十年了 我记得 我处理过 好多学生的问题 那么在我刚刚来的 大概前三年吧 有一段时间真的是 因为我所带那些 学生的家长 都是在什么中国大陆 就是在香港的 我常常半夜 三点接到电话 因为他们都不考虑时差的 就直接一个电话过来 就说 我听说我女儿最近念耐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明天就要跟她讲 跟她分手 你要劝我女儿分手 下达命令 远方中央来电话 要下达命令 那我都要处理 好的这种事情 我发现说 那些孩子到了某种年龄 跟父母是没法沟通的 所以在中间需要有个人 帮她做缓冲去说 需要去安抚她父母 说你孩子其实懂事 你让她做些决定 也告诉她孩子 其实你妈妈的想法是这样 你选男朋友 你好好选 对吧 这很重要 父母有她的条件 所以有个缓冲区 你发现就差很远 所以教会一个大家庭 需要彼此的佩搭 有些事情 透过彼此佩搭 你发现 最后双赢 教会里面 有一批新的童工出来 栽培了很多的门徒 你家庭也更健康 所以这就是 家庭跟教会的配搭 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也曾经遇过 有学生 读到大学第二年的时候 突然间家里就出了状况 以前都是 什么高官背后的一些商人 最后就落马了 落马就没办法 突然间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 那我们就什么 十个家庭 每人一个月一百块美金 就供这个孩子读完大学了 就两年 commitment 两年 两年尾身 每个月一百块 十个家庭就供完他读完大学 所以有时候就这样 就家庭突然出现危机的时候 这时候教会就需要有这个责任说 处理好这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经济上是这样 情感上是这样 灵命上也是一样 是需要彼此配搭的 有些事情教会可以做 比方说在儿童事工里面 Pastor Priscilla也讲过很多次 他说孩子在教会 每个礼拜只来教会两到四个小时 可是他在其他的时间都在家里 那如果在家里 家长不配合教会 你孩子很难成长 你不能期待说 你每个礼拜两个小时在教会 你的灵命绝对没问题 不行的吗 你家里面也需要有点什么 祷告的时间 家庭敬拜也好 有些属灵的元素来配合 你的家庭更健康 教会也更健康 所以是需要彼此配搭的 有些是家庭有责任 有些是家庭因为某种情况 做不了的事 教会可以去做 所以这个配搭很重要 这个配搭如果大家没这个观念 不懂的配搭 有时候变成了互相责骂 说你怎么不负责任 家庭也骂教会 主持学怎么不把我的孩子教好 各自负各自的责任 你家庭的责任负好了 教会也负好我们的责任 我们补足了你家庭做不了的事 彼此配搭的时候 你发现教会 多一份温暖 多一份爱 家里面也更健康 所以希望有了这个观念 我也鼓励大家 我们教会是分小组的 有时候是因为不同年龄层 是分各自的小组 就大学生自己一组 诞生职业一组 结了会没孩子的一组 结了会有孩子的一组 老年空潮期的一组 有时候就你只认识 你自己小组的人 可是我鼓励你们 可以跨出这个范围的 偶尔去别的组 请请别人组 去做个朋友也不错 你可以请学生喝杯咖啡聊聊天的 你也可以陪老人家去看个 去喝喝茶也不错 对吧 不要只是跟你同年龄的混在一起 对的 那个重要 可是偶尔也需要跟 不同年龄层的人相处 会让你看到不同的画面 教会是应该这样不同的配搭 对吧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的缘故 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 能够有一个安全感 不但如此 因为有了安全感 我们更能够享受 我们人生当中 真的不同的人际关系 不但不同的人际关系 而且 当这些不同的人际关系 透过教会 能够跟教会的家庭 能够彼此配搭的时候 我们也真的能够更加的 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 教会能够多一份温暖 多一点的 更有效的栽培 更近前的下一代 我们的家庭也变得更加的美满 更加的健康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恩典的缘故 让我们真的在爱里面 得到这么丰满的 这种的满足 我们献上感恩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Amen Amen